市長 文化局長請留步 局長 因為我們北流即將要落成 而且接下來因為有很多音樂界的朋友 他們也都針對北流裡面的設備有一些意見 在這邊我要問一下 目前為止大型的部分是沒有安裝所謂的音響設備 對吧 對 燈光音響目前在備標 所以LIFE HOUSE也不裝嗎 LIFE HOUSE是隔音震動設備有 但是裡面燈光設備是希望是招標的時候 招箱的時候有招箱才能設置 其實大型的大概不太需要 因為他們大型的音樂會 他們自己都會準備自己的音響設備 但是LIFE HOUSE有部分 中小型的樂團它是沒有能力或沒有經費 也沒有那麼大的票房吸引力 它可能沒有辦法負擔所謂的音響設備 這部分應該安裝一些基本的設備 跟業界多了解一下好嗎 好 這我們納入評估 因為這個部分會造成說我們將來 遇成的這些所謂的新興的樂團 他們可能在還沒有成名之前 他們的能力是有限的 這一點我想文化局可能要多聽聽他們的意見 第二個就是上次市長去記者問了一句話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音樂界的朋友 有一些反應 這個反應是想問一下 小巨蛋不能跳三天三夜 所以市長那天回答說可以在北流跳兩場 可是對阿妹來說 其實他們一直很耿耿於懷 有兩件事情 我念一下他們的簡訊 台北市政府搞得阿妹好像是個公海 很不公平 我們提了不唱三天三夜升級小巨蛋 也不行 在小巨蛋當別人的嘉賓也要一直被關切 這件事情我還是要回到 小巨蛋不能跳三天三夜 到底是阿妹的問題還是小巨蛋的問題 還是當時設計的問題 市長 其實後來一直查不出為什麼 那個設計辦法給我 因為小巨蛋就不是設計給音樂會的嘛 運動場館 他是運動場館嘛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所以他們認為說 其實是阿妹找出來這個問題 我們要還給他一個公道 市長對吧 對 這樣你才有機會請他來跳兩場 會啊 我們 沒錯 如果你們今天說 我們小巨蛋不能跳三天三夜 是我們台北市 小巨蛋當時設計是運動場館 不是做音樂會的需求 所以沒有設計想到這些所謂耐震的問題 還有周邊居民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當時設計規劃的問題 並不是哪一個藝人的問題 對吧 對 沒錯 好啦 你今天澄清完 我才有機會幫你聯絡看看 能不能當你的那個北流跳兩場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要給人家一個公道啦 好 這件事情 小巨蛋本來當時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個運動場館 它是因為運動 我們的運動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才開放讓這些相關的設施 而且它成為台北唯一一個超過一萬人的場館 那只有這麼大型的表演才會有這麼多的人 那這麼熱切的流行音樂 它才會有這麼多激動的聽眾 並不是哪個藝人故意來這邊製造問題 對吧 對 好啦 所以北流很重要 區長 多聽聽業界的聲音 不要造成市府跟業界的誤會好不好 沒問題 好 第二個就是市長 我們還是很關心民生細質 這樣看起來民生細質還會拖很久 那你要怎麼辦呢 我只剩16秒 沒有啦 我還是主張環狀線優先 所有力量全部調到環狀線去 好啦 15年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不曉得 那時候我們都很老了 拜託一下盡力而為好嗎 好 謝謝